Hello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來 鏘一聲 今天的主題比較輕鬆 上一次我們談一個主題是在6月29號 因為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放假 那今天9月1號一樣我放假 我又想要做相同的事情 因為很多同學都很好奇 說老師啊 你來點評 目前台灣這個四個總統候選人 哪個有勝算 說點評 老師不敢不敢為 我不太敢 我們是純粹就目前事情演變到這裡 做一個分析 聽了齁 等一下談的內容 僅是老師個人的觀點跟看法 各位聽聽笑笑即可 那一般來講 因為老師從事的工作 是比較命理方面的諮商諮詢跟分析 所以一樣啦齁 我的習慣來講 我還是想要從每一個候選人的八字 跟他的運勢來講 好 先講這個民進黨 民進黨是這樣子看啦 上次蔡英文總統 欸 拿到57%嘛 那個票數得的很高 齁 那原則上來講 大家很擔心 擔心什麼 明年民進黨 繼續執政 其實各位不要意識形態太重 聽了齁 ideology 這個意識形態下 所有的人他沒有辦法思考 沒有辦法學習 而且沒有辦法負責任 要注意喔 如果你不能獨立思考 不能獨立學習 而且不能去負這個責任的時候 會變成意識形態下的奴隸 就是機器人 ROBO 你不行喔 所以各位要注意 民進黨好不好是一回事 對不對 那這個政黨在選舉的時候 你可以喜歡他 可以討厭他 一般來講 我對民進黨 這次選舉的看法是這樣子啦 2000年 陳水扁執政 2008年 馬英九執政 2016年 蔡英文執政 現在2024要到了 它是一個中白理論嘛 那嚴格上來講的話 在內政外交經濟是三個區塊 各位要注意看喔 以前有一個韓非子講 講幾句話 跟各位分享 國小而不儲卑 力少而不畏強 無理而武大林 貪必而濁交折 你注意看台灣現在的政治演變 除了有一點禮貌之外 全部換了忌諱 地方很小 有一點委屈一直叫 力量很少 人家這個阿姆斯狀 阿姆斯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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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怕 還好 無理 沒有去欺負那個大林 但是貪必 濁交 貪 貪 貪欄 貪污 濁以外交 這個就要跟他談一談 齁 一定要這樣看 所以我現在對民進黨的看法 目前來講我還是抱著這樣的看法 因為是這樣子啦 他有執政優勢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政治上 外交上還有經濟上 一般普羅大眾 像老師是普羅大眾 我們對經濟阿很敏感 那個東西價格爬上去下不來 可是我們的薪水沒有跟著爬上去 這個就很累 阿當然政府官員他會講 這是國際情勢怎麼樣 你看以前雞蛋那麼貴 那個鹽物料漲價 飼料漲價 帶動 帶動有沒有 帶動那個經濟成長成長力 他會提高嘛 那個通貨膨脹也會提高 現在有一個問題阿 現在這個蛋已經全世界都降價了 原料也降價 能源價格也降價 可是你看爬上去的價格降不來 這個要稍微做個檢討 有時候我們是就事論事 好這是民進黨 再來看看國民黨 我每次看到國民黨推這個候選人出來 我就想到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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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那一個有沒有古文官子 各位都讀過那種古文官子 有沒有 古文官子在講什麼 滅六國者 六國也 非秦也 今天國民黨走到這個地步 滅國民黨者 國民黨也 不是民進黨 國民黨人才祭祭耶 人才相當多 就我所知道的 人才相當多 但是因為國民黨它整個建構的體系 就是那種宮廷文化 我隨便講一個人出來 起碼就五百五十萬票 韓國瑜 你看到現在國民黨沒有人要叫韓國瑜出來 因為內部的鬥爭 所有最近十年來 有哪一個候選人 政黨的候選人出來 老百姓會有一種激情 激動的感覺 聽好 孤普論你喜不喜歡韓國瑜 那是個人的看法 我們現在講的是 如何勝選 以前那個孔明啊 就是有夠厲害 孔明頭腦相當好 很多人問他說 哎呀孔明啊 你怎麼那麼厲害 運籌帷幄決戰千里 剛剛不久有一個人說 他在運籌帷幄 害我這種人去決戰千里 那一般來講笑話就好 他說孔明你怎麼那麼厲害 孔明說我哪裡有厲害 那孔明就想一想 好吧你們下過圍棋嗎 有啊 孔明就跟他講 你們現在都是 戀子求生 我孔明的策略 去子取勝 寧思一子 莫蘇一仙 一個政黨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執政 不是考慮你們的感受 所以你要挑出那個最有戰鬥力的人 他有沒有戰鬥力 他到任何地方去啊 都可以 都可以成就一個什麼 Christmas 有沒有就是好像我們去參加那個演唱會 蔡依林的演唱會 還有那個小豬 有沒有 哇那個演得很好看 我們看來會雞雞叫有沒有 你看現在台面上的候選人 郭台銘有 其他哪裡有 每次那個國民黨候選人出來 就是冷冷的 旁邊 嘻嘻嘻嘻 這個就有一點在講不對位 國家的總統 國家的領導人 是一種權柄 以前易經不是跟各位講嗎 這個 這個 德博 而位尊 至小而謀大 力小而認重 而認重 顯不及已啊 就說這種大位的不能用權謀 你要有那個天命 這個相當重的觀念喔 天命 所以有時候國民黨還是還有機會嗎 因為這是國民黨聖賢的機率相當高 但是他整個選舉的策略 包括他的人選 我不方便批評 不是這個人選好不好 是那一種跟社會民眾的match 契合度不夠 你看那嘻嘻嘻沒有啊 你想想看當年韓國語出來啊 那個是萬人空向 嚇死人 那個連要進場都要給人家用擠的進去啊 所以現在國民黨如何 召喚 我最喜歡講召喚獸 如何用你的四神這種力量 把這種民眾的熱情召喚起來 所要的選擇 好再講這一個 柯P 柯P是這樣子啦 有沒有發現佛台銘決定要參演 柯P的力道就比較小 其實柯P這個白色力量 是將來有機會 這一次可能機會不高喔 因為從一個選舉 從古代到現代 所有的選戰 包括戰爭 講的是兵馬錢糧 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柯P的人 兵不強 馬不壯 錢糧不足 各位不要說錢不重要喔 你知道1996年 李登輝選總統的時候 1996年有沒有 台海危機 他花10億 新台幣 怕什麼10億 兩千年 兩千年 你知道連戰選總統 花多少錢 花了88億 我說選錢喔 快選舉的那幾天 錢不夠 然後 劉泰英又撥了40億 兩千年 連戰選總統 128億 新台幣 到最後得票率 26% 你想想看 老師講話 老師要負責 一樣跟各位講 我講的話 都是有根據 這是劉泰英阿 他的回憶錄 講得很清楚 所以柯文哲要打這個戰爭 可以啦 參與 但是他的重點 實質上 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阿 我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台灣省從台灣頭到台灣尾 差旗子 20億新台幣不見 每個地方309個鄉鎮 一個 每個鄉鎮一個 一個辦事處就好 我跟你講你就受不了 再過來講最後一個 齁 郭台銘 這次是最有希望 聽了齁 有很多東西不是用成敗論英雄 你注意看這個四個候選人出來 郭台銘有 讓人家這樣有沒有推來推去 急促的出來 那個叫氣場 姑且不論你喜不喜歡郭台銘 台灣阿銘 我也不認識他 我也沒有拿他什麼好處 我們是舊事論事 選舉講的是一個氣 你氣要強 氣要長 要爭一時 也要爭千秋 這個很重要 兵馬錢糧 你只要有錢有糧 慢慢的 招兵買馬 今天才9月1號阿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20天 選舉 1月13號 12天 120天加12天 還有132天 132天 很恐怖阿 什麼事情都可能會發生 所以這一個局當中 我認為最有面的郭台銘 贏啦 不是說他選票高低 你看 政治素人 一過來 馬上就很多人 不是倒戈 就是奔向他 他投向他 那原則上 我還是那一句話 我還是那一句話 就八字來講 賴清德 心金強 筆尖格 心金 有一點貴氣 這一個人講話會相當犀利 放心 他好朋友不多 這一個人有一點潔癖 那這個 柯P 也是 更金強 正硬格 柯P做事情 喜歡做對的事 而不是把事情做對 有時候柯P講話就三部曲 有話直說 直來直往 單刀直入 所以他的個性 喜歡做對的事 問題是 政治是一種妥協的藝術啊 所以柯P如果幹總統 不是很合適 再過來 侯友宜是更金若正觀格 這一個人做事可以啦 重視制度 自序 俱立法規 有時候他的善惡恩宴黑白 分得比較清楚 這個不行喔 不行 那如果說 郭台銘 他是一個炳火牆十神格 剛好這一個火 可以刻三個金 所以我在看 今年 1月13號 選舉那一天 最有拼的是 郭台銘跟賴清德 那現在問題是 至於郭台銘怎麼去 合眾 聯盟 那是一回事嘛 對不對 那有的人 你要注意看啦 很多的地方 一定要檢討四件事情 四個事情一定要去檢討 至無大人神聖之名 至無聖人動策之兆 言無中和人善之美 行無進退高下之節 總統要相當聰明 你就要想想看 至 你的智慧高不高 你的見識是好不好 你講話的口氣如何 還有行為怎麼樣 你行為有進退高下之節嗎 這個都要列入分析 台灣是有機會 相當有機會 那原則上來講 整合 在野力量要整合 下架民進黨 那個你們怎麼講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始終堅信 善惡終有報 天道號輪迴 不幸抬頭看 上天勞過誰 貪污的人 我跟你講 君子愛才取之有道 有沒有 這個沒有什麼嘛 男人愛你的很正常啊 神愛世人 男人愛你的人 但是你要愛的有道 錢很好我很想要啊 但是你不能用非法 不正當的方法去取得 貪污是最可怕的事情 那個政策錯誤一虧多幾百億 聽好 不要禍言子孫三代 他那種錢的人不好怕孫啊 懂不懂 他那種派心的錢不好怕孫 老是相信這種因果報應的人 那有的政黨 他是為了為了維護他的政權 不惜謊話說盡 壞事做絕 韓非子那個文章拿來看 國小不儲卑 力少不畏強 五里五大林 貪壁而濁焦 你注意看看 很多錯誤是可以避免 以大事小是人 以小事大是智馬 我們不能要求大陸 中國大陸對台灣的人 但是台灣這麼小 你一定要要求台灣要很理智 要有智慧去看大陸 你怎麼可以這樣 什麼叫姜某姜 老是在越南待了快四年 我們喝酒就是 姜某姜 乾杯 不然就南威姜 南威姜 五五波 我在那裡每天要喝酒 所以一定會講 姜某姜 叫做乾杯乾杯 南威姜 50-50 南威姜 還記得你看 幾十年沒講都還記得 那我們今天 四大候選人簡單分析 其實各安天命 各有千秋 但是我覺得這是 這是在野 在野政黨有機會 因為現在的執政黨很多漏洞 如果在野政黨 現在不是執政的執政黨 你們可以稍微做一個統合 應該來講 尚可一搏 有機會喔 這一搏下去是股搏 一定贏齁 但是有時候你要分 怎麼分是以為是 因為怎麼樣 還有132天嘛 時間還那麼長 慢慢的溝通 慢慢的妥協 那個人物啊 出來就五百萬票 不要放了他 真的人才 韓國瑜 你看 你喜不喜歡是以為是 我現在講的是 選舉 打勝仗 我不是在講你個人的喜怒哀樂 孔明怎麼講 去指取勝 凝失一指 莫輸一仙 你看那個國民黨輸了好幾次仙 只有這樣 不好意思啦 要統合 你這個政黨存在意思幹什麼 執政 為了執政之前 要犧牲小我 中我 大我 推出那個會贏的 不是妥協 找一個那個 好像 八風吹不動 端坐紫巾臉的人 不是 你是選舉 你是選舉的政黨 很可惜 希望 這個在野黨 能夠做一個統合 統合 尚可一搏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老師視頻 按讚 分享 加入訂閱 開啟小叮噹 這個不錯 新的視頻 再講一遍 老師個人的意見而已 有時候 趕食花兼淚 恨別鳥金心 有時候想到每次放假 因為一放假沒有工作做 唉呦 再講一點這個有的沒有 上次6月29 今天9月1號 因為我放假時間 不多啦 難得放來跟各位聊聊 各位聽聽 紓壓一下 紓壓一下 韓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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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好再見 拜拜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